繼花旗銀行之後,各大中小型銀行星期三晚齊齊出售家案息 包括龍頭銀行匯豐、中銀、恆生都將新造案揭的HON封頂位上調10至20點 下星期一開始,實際案息全部一律加至2.35厘 而最優惠利率P的案息率就全部上調至2.25厘 連同渣打、永龍、建行、東亞等,昨日共有7間銀行宣布加案息 市傳金管局曾經溫馨提示銀行,令到銀行齊齊調高案息 現在借貸風險不是很強 未來仍似負責息有一個上升的壓力 金管局都會留意到銀行風險相對的壓力會大了 要銀行去注意,可能職口變成銀行都會上升 即每10點子的加息,每100萬的貸款額 只供多50元,相對影響都很輕微 我想P本身都有機會隨全美國加息 相信美國都會再加1至2次在今年內 相信P都有機會有所調整 另外由於現時P案的息口,較H案息口更低 劉原院估計兩者的受歡迎程度可能會逆轉 越來越多人傾向選P案 事實上銀行雖然未有調整過P 但銀行為了搶存款,開始上調存款利率 而大摩就發表報告指本港銀行10年來首次集體上調案息風頂位 相信是因為銀行資金成本開始上升 隨著美國在9月很大機會加息 估計本港銀行亦會跟隨加最優惠利率 是10年來首次 屆時不僅新造案揭買家受影響 現有業主的每月供款負擔都會加重 進一步打擊市場氣氛